这个男人在新婚之夜 竟丢下自己的新娘 来到一个男人的房间 逼迫他给自己述说情话 不管花照多么不情愿 他都不会停止这恶趣味的游戏 甚至看着花照越是痛苦 他心里就越是满足 他还总是惯以爱她的名义 强行把她健养 支配 为了埋葬这病态的感情 花照想带着这个恶魔一起下地狱 然而这天 他布置好了一切 此时男人正想吃花 突然砰的一声 房子周围瞬间大火缭绕 花照趁机把男人踩在脚下 叶顾安今夜你就跟我一起死吧 可叶顾安却不以为然 新婚之夜 谋杀亲夫 花儿你今天玩得有点大呀 趁花照回神的空荡 叶顾安反手就将他控制 我的花儿现在连自己心爱的花花都能下手了 可真是心狠了 哪只花照摸出一把长刀朝他砍去 叶顾安徒手接下 这次他好像真的生气了 他把花照扛在肩上 并向楼顶走去 直到看见直升机的出现 花照这才明白 不管他在陛下埋了多少炸药 他今天都带不走这个恶魔了 还能抓住一线生机 你就这么想死吗 是啊 既然你这么爱我 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死 你不是爱我吗 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起死 光当一声 包落在地上 花照被绑住了双手 抗在叶顾安的肩头 花儿怪 之前的事 就算我们扯平了 我现在就把人给放了 别闹了好不好 不可能 今日你走不掉了 这周围我都布置了炸弹 刚说完这句话 就传来轰轰轰的声音 只见一架直升机停在了半空 就等着他们登机了 叶顾安邪似的看着怀中的花照 你别忘了 我无所不能 然花照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打算 他又怎么会让叶顾安走出这个地方呢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所以他一口咬在叶顾安的肩膀上 又借助手链锁住他的脖子 随即又带着叶顾安撞破栏杆 眼看就要双双掉下楼去摔成肉架 叶顾安却又好巧不巧的抓住了房檐 他质问被他抓住手的花照 你就这么想死吗 花照眉眼带笑 既然你都说这么爱我 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起死呢 说到底 你最爱的还是你自己 他抬起另一只手 抓在叶顾安抓住他的那只手上 那手臂上被抓出血来 叶顾安仍然固执的不肯松手 最终他那手还是颤抖的松开了 花照落地的瞬间还在想的 故事里总是演什么邪不压正 什么正义最后终是取得胜利 可为什么这样的恶鬼 却能在人间横行霸道 真是不甘心啊 然而不管他怎样的不甘心 也随着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 而烟消云散 叶顾安面目猙獰地大喊了一声花照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俯冲下一道白光 笼罩了花照的身体 被恶魔囚禁支配的花照 死后竟然重生在了高中时代 课堂上被老师点名的花照 还在沉睡中 同桌小声地叫他的名字 突然沉睡的花照猛地站起身来 瞬间成为全班的焦点 我刚刚不是烧死了吗 我这是在做梦吗 怎么会梦到自己在考试 突然和老师的手搭在他的肩头 哟 花照同学 这才上课十分钟 就隔着睡觉呢 题都答完了 怎么全班第一的宝座不要了 话音刚落 班里同学应景地报效出声 一时间班级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花照看了看手中的白卷 拿起他可爱的胡萝卜笔 在老师和同学们惊恶的表情中 刷刷刷就写完了 他潇洒地交了卷子就准备出去 却被何老师叫住 喂 得坐满半个小时才能出去 花照转动门把手的手顿了笨 对了何老师 最后一道大题又是你出的吧 题干出错了 COS4A写成SIN4A 以后不许这样啊 然后在老师的怒吼 和同学们的爆笑声中出了教室 花照捏了捏自己的脸 死 有点疼 原来不是在做梦 我真的重生到了最无忧无虑的高中时代 身体轻松头脑清醒 他用尽全力奔跑着 一路伴随着他的大笑声 终于逃出那个地狱了 读书的时候 怎会想到未来会遇到那种畜生 他又控制不住的哭了出来 也许人就是这样 在经历地狱后 骤然回到天堂 都会像花照这般情绪不受控制 也许是一种发现了 就在这时 鹰心花的奎灵飞到他眼前 是你带我回来的 他亲了亲奎灵的手 谢谢 既然是重生 也就是说 可以提前找出那个人 然后杀掉 对于突然散发着阴沉气息的花照 奎灵吓得赶紧躲了起来 身后一个声音传来 那个 学长你没事吧 不介意的话 擦一下吧 花照看着这个被头发 遮住半边脸的少年 一时间没有认出他是谁 那人递过来一盆花 哦 对了 学长 前几天我压坏了学长的花 还吃了你的包子 这是补偿请您收下 他接过花 才想起这个人 是一周前遇到的那个摔倒在他身旁的少年 大概一周前 花照打开书包 买了朵小仙花愿意被我吃掉 就自己掉进来吧 树上那些花 就争先恐后的掉进他的包里 直到装不下了 嗨呀 够了够了 大家也太热情了 突然砰的一声 这一声下的花照神魂俱散 他回身一看 地上趴着一个少年 花照摸了摸头 我也不吃啊 等等 这个人压坏了我爹从彩云深山里 挖出来的九天玄机 这时 趴在地上的人肚子咕咕作响 花照满脸黑线 所以这人是被饿晕的 然后用出吃奶的力气 把他拖在一旁的树下靠着 又拿出他秘制的桂花蜜包子 喂给了少年 原来是他 却听眼前那人局促不安的说 我也不太懂 但是老板说过几天开花了 就和你的花一样了 花照心道 九天玄机是父亲从深山里 带回来的品种 外面根本买不到 他这盆 是被那个老板坑了吧 但是看着对面的少年 花照不忍心责怪他 他和少年一起种下这盆花 看着花照认真种花的侧脸 少年的心不受控制的 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花照抬头看少年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一问道 怎么 我的脸上有东西 少年神情慌乱 有点泥巴 他抬手在花照的脸上擦了擦 哪知越擦越脏 原来他的手上也沾满了泥巴 花照的手按在他的脸上 那少年的脸上 也出现两个手掌大的泥子 这下不就好了 我们都是大花脸 那少年愣了一下 他们对视野 随后默契地双双大笑不止 原来他就是少年时期的耶古安 回去的路上 少年问起花照为什么哭 是有人欺负你吗 如果是的话 我可以帮你 花照不想说这个 他看到少年身上穿的校服是高一的 他有心打探耶古安 就想着先认识这个少年 打探一下消息 所以先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高二一般的花照 而少年则表示早就知道花照 班里很多女生也都喜欢他 而且礼尚往来的介绍自己叫耶古安 看着少年脸上灿烂的笑脸 花照不禁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什么顾安 与此同时 下课铃声响起 那铃声太过刺耳 耶古安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他今天指日 也顾不得再问花照 就挥手告别了 只留下站在原地阴沉着脸的花照 咬牙切齿的恨恨道 耶古安 他又想起重生前某段 令人不悦的回忆 这时的花照 并且遵照他的吩咐把教室的人都清空了 花照疑惑的问带他来做什么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学弟吗 带你来 自然是一起回忆我们的高中时代 你看我们的学校还和以前一样 没什么变化呢 花照自顾自的走在前面 我跟你可没什么回忆 耶古安从背后抱紧花照也遇到 真是薄情啊 学长怎么能把人家忘得这么干净 随后又带花照来到他以前的教室 还专门让人去储藏室 找到了花照以前做过的桌椅 原封不动按照过去的位置摆放着 花照一起初恋 恶魔醋意大发 他还记得花照有一次座位调到了窗边 他望着窗外绿枝发呆的模样 像急了在和他们聊天 而花照就是一朵不染尘埃的小白花 一碰就会散开 说到这里 花照眼帘垂下 他想起这里曾经做过一个 像太阳一样灿烂明媚的少年 而那个人是他的初恋 这时耶古安看到桌面上 刻着的太阳与小花 瞬间醋意大发 他坐在桌子上遮住那幅画 真过分啊 我们两个约会 怎么还想着一个死人呢 就猛地挥开他的手 怒吼道 别碰我 至少别在这里 回去 别弄脏了他曾经做过的地方 耶古安抱着花照 那可不行 今天就是来远五二十的梦想的呀 学长 话落 猛地把花照压倒在桌子上 花照用力推他 大骂耶古安 你个畜生 快放开我 教室里的桌椅光当作响 花照怒急 狠狠地咬在耶古安的肩上 鲜血染红了耶古安的衣服 耶古安又让人蛊惑的声音说道 可惜 差一点就咬到颈动脉了 你果然是爱我的 他紧紧地抱着花照 守在他的背后拍了拍 安抚道 好了 不生气了 说点有意思的是吧 我们的殷心花研发有进展了 殷心素的贩售许可已经下来了 再过几天就会正式面试 他是高冷矜持的花博士 但也曾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直到遇到耶古安这个恶魔 他被强行囚禁 支配 而这些行为都被冠名为爱 听到耶古安 把殷心花添加到食品中去 而且刚刚预售 就已经达到了过亿的规模 花照不能接受自己研发的殷心花 被这样出手 他大吼着 研发殷心素是用来救人的 不是给你赚钱的 耶古安捏紧他的下额 让他的嘴巴无法完全闭合 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也没有法律规定 殷心花不能商用 我这也是造福大众 你放心吧 产品本身对人体完全是无害的 吃下去后 只会扩展你现在的欲望 说着 就打开一瓶 殷心花素 灌入花照的口中 花照挣扎着 别 我不吃 别在这里 但是他完全被耶古安禁锢着 最终被破咽下 他会使善人成圣 使恶人成魔 而没有任何欲望的人 则完全不受影响 一切效用皆因心而起 因心而生 耶古安在花照耳边恶意的道 花 你这副被我悉心养护的身子 又怀着怎样的欲念呢 花照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欲念 他两颊通红 眼泪不自控落了下来 耶古安伸出舌尖 卷起花照的泪水 好整一瑕地倾听着他的欲念 花照的话 在嘴边打了个转钟鱼说出口 我 我要杀了你 消失已久的初恋 再次出现在花照面前 万万没想到是这副模样 花照问其原由 原来是当初耶古安为了和他在一起 叫了一大群人来欺负兰若慈 甚至叫人撞坏了他的脑子 还被好色的双胞胎父亲收留了 然而 所谓的收养 就是流落为他们的玩物 骤然听到这些话 花照不敢置信 他不相信平时那个对他温柔爱恋的耶古安 会是这样的人 而双胞胎兄弟二人 窥见花照财貌已久 想让他对耶古安失望 然后转头他们 花哥 耶古安那个人可坏了 跟着他没有好下场 倒不如去我们家 然而 他对于双胞兄弟的话并不理会 只是捧起兰若慈的脸 看着那个以前灿烂如太阳的少年 现在变成眼神空洞的人 尽管他被撞傻了 还记得他的花 他喃喃的提醒 花 跑 花 快跑 花照捧起他的脸 正想安慰他以后有自己在 不会再让人虐待他 但是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砰的一声打断 兰若慈头上冒出鲜血 那血流在花照的手上 还带着温热 真相暴露 耶古安不再隐瞒他本身的样子 他一枪截裹了兰若慈 收枪来到花照面前 二叔也真是的 故意派这两个小子来挑拨离间 花照这么片刻 悠悠问道 所以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你很早就开始算计我了 耶古安毫不犹豫地承认 是的 因为我爱你啊 花照发现耶古安真面目 不能接受耶古安以爱为名 做尽了坏事 他怒斥道 你怎么这么卑鄙 只见耶古安唇边一抹邪笑地道 这样的真相确实令人难过 所以 你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那你现在又是为了什么哭泣呢 花 是因为老朋友的死亡 还是因为被最爱的人欺骗 花照被他捏住下额 他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来 谁会喜欢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呢 谁知耶古安那个疯子靠近他 声音低沉地道 没关系花 尽情愤怒吧 我会连同你的愤怒 一直一直爱下去的 花照心痛得无以复加 他只知道 那一天 他的初恋没了 他所依恋的人 也在这一天死去 这天耶家召开会议 二叔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 话里话外 讽刺耶古安是野种 凭什么阴心花生意不给他们做 别以为坐上家主的位置 就忘了这个家谁说了算 耶古安口中奉承道 二叔说的对 该教训一下了 二叔看到跨坐在耶古安腿上 赤身裸体的花照呆住了 耶古安看到这一幕 怎么二叔喜欢 喜欢的话就送给你 就当小只给你赔罪了 又转过头来询问花照 好不好啊 花 他只是觉得最近花照有些调皮 要教训一下 他想要看到花照屈辱的表情 也想让花照求他 只要他开口求他 不管对方是谁 他都会保护好他 但是对于花照来说 现在他只是一个被榨干价值的玩具 跟谁在一起不一样呢 所以他在耶古安惊恶的目光中 站起身缓缓地走向耶家二叔 耶家二叔急不可耐地张开手 迎接美人的到来 然而他却等不到了 正当花照快走到他的面前 一把飞刀从背后急事来 直直地插在耶家二叔的额头 耶家二叔当场毙命 双胞胎兄弟看到父亲的死亡 非但不难过分 反而笑意盈盈的准备接收遗产 回忆结束 花照心想 耶家个个都是人才 只除掉耶古安 倒显得偏心了 想起重生前的种种 花照认为耶家只死一个耶古安 有些偏心了 所以他改变主意 这一事他要让耶古安成为他复仇的利人 随着一声教导主任来了 围观羞辱耶古安的人坐鸟受散 花照上前接住快速下坠的耶古安 没事吧 耶古安脸色通红 结结巴巴地道了句没事 他心中激荡 学长又又又来救我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人呢 他是天神下凡 还是菩萨转师 我和德和能能遇到你 可好丢人啊 被看到这么狼狈难看的模样 学长 还会喜欢我吗 对比耶古安周围冒出的粉红泡泡 花照心里则都是阴暗的想法 我要亲手毁灭 你未来会拥有的一切 再狠狠地背叛你 让你尝尽时间所有的苦难折磨 最后在痛苦和懊恼中死去 于是怀揣着不同想法的人 在这一刻却达到了格外的和谐画面 然而 这幅和谐的画面 却被一阵不急不慢的掌声打断 没想到花学长不但人长得美 心地也这么善良 红毛一把推开耶古安 明天我们家狗过生日 有荣幸邀请你来玩吗 花照美好气得到 没空 滚 他们两人一前一后 实质交叉 把花照禁锢在了他们怀中 蓝毛不怀好意的戏学道 别啊 我们早就想找机会 跟花学长培养一下同窗情谊了 正当花照反手 想要掏出书包的力气 对付双胞胎时 两块砖块飞来 拍在双胞胎的头上 你们给我离学长远一点 双胞胎指着耶古安放狠话 你给我们等着 你死定了 有种你别回家 男孩被兄弟二人装进行李箱 只因男孩是耶家的野种 耶家双胞胎对他放狠话 有种别回家 把耶古安下的嘴巴打张 花照有意无意的道 他们故意把狗的生日 和你放在同一天 就是有意的羞辱你 这对双胞胎的心眼够坏的 耶古安对于学长离自己这么近 心脏不受控制的跳着 他有心邀请学长 参加他的生日 却又想到自身的条件 拉他又难看 一无所有 我怎么能让学长陪我过生日呢 在他走后 花照看着地上的砖块 用这么别角的方式 就想来保护我 耶古安 现在的你还不够锋利 耶古安回到家 等待他的是一顿毒打 耶加二叔用尽全力挥动着手中的鞭子 把他打得皮开肉绽 这一切都源于双胞胎的告状 而当耶加二叔走后 双胞胎二人摘掉身上 用于装惨的绷带 露出本来面目 他们一脚踹倒耶古安 把他装在行李箱里 嘴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倒 老头也真是的 养这么个玩意在家里 还不是养给老不死看的 等那老不死的翘了 我们就弄死这个野种 以后这耶加 就是我们哥俩的天下 听着香外刺耳的笑声 耶顾安的神情 慢慢变得阴暗晦涩 一日 双胞胎狗狗的生日宴会上 他们二人 故意给狗狗起名关关 蓝毛还大声说道 不觉得关关很像顾安顾安吗 对不对 耶顾安 这明显的侮辱嘲笑 被客人们夸赞 少爷们真是取名鬼才 关关好可爱 耶顾安不紧不慢地做着料理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他取出口袋的老鼠药 准备放在食物里 毒死你们这群垃圾 下地狱去吧 这时突然有人叫道 花罩学长 学长今天好帅 少爷们真厉害 连学长都请到了 耶顾安连忙回头去看 只见花罩身穿一袭长衣 更显得他的身量修长比例完美 手中捧着一束 极为鲜艳美丽的花朵 缓缓来 男孩在生日这天 在食物里下耗子药 只为毒死嘲笑他的垃圾 正欲行动时 心爱的学长来了 计划无法实施下去 双胞胎见花罩来了 甚为欣喜 学长 你终于还是来了 好漂亮的花呀 很名贵吧 这是我父亲新培育的淘气魔法师 算不得名贵吧 只能说是独一无二的 正好今天开花 便拿来送人了 双胞胎伸出手去 口中却假装推辞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怎么好意思收呢 耶顾安看花罩来了 收起了今天下手的心思 花罩也寒暄道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收的 然后拿出骨头 这是我昨晚肯生的骨头 来送给你们 然后转身走向耶顾安递出手中的花 耶顾安 生日快乐 耶顾安没想到花罩 是来给他过生日的 赛场的这么多人 大概只有学长 是来给自己过生日的 所以在这一刻 他的心中异常激动 他眼含泪花 双颊飞红 但是他却告诉自己要忍住 不能哭 花罩看着耶顾安的神情心道 对 就是这样 拿捏住你了 耶顾安开心的问学长 这束花的花语是什么 花罩故作深沉的道 我想想 这朵花的花语是 抛弃小笨蛋的计划露线了 他猛的伸出手 拿出耶顾安口袋中的药瓶 放在鼻尖绣了绣 药 耗子药 怎么 打算毒死这家人 耶顾安疑惑于他为什么会知道 只听花罩诱道 主意是不错 就是分量不够 顶多集体拉肚子 而你呢 会遭受一场很悲惨的虐待 耶顾安一锤手 好似蹄虎灌顶 懂了 加大计量 肤浅 耶顾安听到花罩的否定 手握成全 那么 学长 你是来阻止我的吗 然后大意凛然的厌弃我 想到要被心爱的人厌弃 耶顾安心痛的无以复加 正当耶顾安心思会暗时 花罩喷的一声 把耶顾安推倒在身后的椅子上 手指捏紧他的下颌 不是 我是说 如果要搞事 我们不妨把事情搞大点 耶顾安听到花罩说的我们 眼中再次放出光芒 当他们在合计要搞事 就把事情搞大时 耶家二少却在合计 怎么玩弄花学长 第一步 抓住那个小鳖三和花学长 第二步 报答小鳖三 第三步 当着小鳖三的面 玩弄花学长 看到耶顾安的背影 一口瞳声道发现目标 他们跟着耶顾安来到密室 红毛疑惑的问 他怎么知道爹的密室 管他呢 他这是自寻死路 四周异常黑暗 双胞胎巧声走在他身后 拿麻袋套上他的头 一边打一边骂 就凭你还去勾引花学长 刺不量力 骂声夹杂着笑声 就这样 过了一会 突然头顶的灯被人打开了 蓝毛一看不对打错了人 他摘下麻袋 抱着红毛大哭起来 怎么是你啊 你行行啊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 耶顾安那小子呢 只听身后一个声音 在这里呢 他转过头去就看到 花照和耶顾安脸上 带着和善的笑容 手指咔哒咔哒捏的直响 论到你了 片刻后 蓝毛就拥有了 和红毛一样的肿包 花照把他们绑在椅子上 口中各放一根 昨夜吃剩下的骨头 来 醒了就学狗叫 谁学的不像就垫谁 双胞胎大惊 对视一眼后 争先恐后的争着垫自己 你要垫就垫我 别垫我弟弟 不 垫我 有本事你今天就垫死我 花照如他们所愿的 按动按钮一起垫 花照看着他们现在 还是兄弟情深的模样 想起了上一世 在耶顾安的有一条锅中 蓝毛哥哥以为红毛弟弟 为了遗产背叛自己 而把弟弟打得半死 后被耶顾安告知真相 我好像说漏嘴了 我只是约他喝了几次茶而已 耶弟弟从来都没有 因为遗产背叛你 是你自己想多了 得知真相的蓝毛 悔恨交加 耶顾安又在他头上 浇满了阴心花叶 他抱紧红毛痛哭着 四周围满的人们 看到阴心花束疯膜了 他们围攻上去 阴心叶给我吃 是阴心叶我要吃 吃了他 吃了他 上一世双胞胎 因遗产自相残杀 这一世花照他们为了对方 选择垫自己 花照认为这兄弟 情是他们最珍贵的 哪知在这恐怖的回忆中醒过来 就看见之前 还争着垫自己的双胞胎 都承认自己是狗 垫对方 花照嫌弃地看着他们 这就是俩从小被亲爹垫傻了的二傻子 直到双胞胎被垫的头帽 黑烟蹊跷成天 耶顾安问花照下一步该怎么办 等二叔回来一起解决掉吗 花照手拿一本机密内障 我们要用最残忍的方法 夺走他的一切 耶顾安文言 兴奋地搓搓手 半个小时后 这黑心的一家 就被两个热心的小同志举报了 耶顾安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把获奖感言都说出来了 谢谢警察叔叔 谢谢记者姐姐 谢谢纪检委的各位叔叔阿姨 一样都没拉下 现在证据确凿 咱们回去等法院宣判 你二叔的执行日期就行了 可是 学长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密室 电椅 人体极限电符 甚至连保险规密码 全都一清二楚 花照不想多说 只敷衍到碰巧遇到过类似的事罢了 耶顾安苦于没地方可去 难道要去爷爷家 却听花照说 我今晚要吃宫饱葵花子 还有鱼香嫩杜鹃 要刚采的鹿水煮的 炒菜用鲜榨的菊花油 必有低盐低糖味药虫 花都要自愿被吃掉 听到这里 耶顾安终于回过未来了 学长是要收留我吗 不然呢 你还有地方可去吗 心想 去给我做牛做马 囚禁起来不许跑 就像你以前对我那样 他摸了摸耶顾安的头 可怜的孩子 小小年纪没人要 耶顾安脸颊飞红 笑颜如花 好好好 学长想吃什么我都会做 你敢相信吗 这个男人每天对思念产生的幻觉 做喜欢的事 花照走在前面 耶顾安落后几步 盯着花照的背影 学长为什么要拉我出深渊呢 难道 学长也喜欢我 与此不同时 某个空间的某个地方的另一个花照 一袭红衣 青彩帘布 叮铃叮铃地舞动着身体 仿佛九天之上的神体 地狱空荡荡 你却在人间 沉恶扬山的魔鬼 热衷于践踏时间法则 愚弄人性的弱点 身披人皮面带微笑 故作深情冷漠至极 将自私的爱情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将贪婪的情欲化作求人的囚牢 爱视为挚爱之人 心甘情愿地付出生命 你最后去丢下我一人独活 坏爷子邪笑道 你希望我下去陪你吗 当然了 他伸出手握住花照的腰枝 可惜 你只是我过度思念而产生的幻觉 你要是真的花 我肯定就下去陪你了 既然是幻觉 就做点幻觉该做的事 他正准备对他的花 做着他喜欢的事实 却被一个光头的人打断了 一元阁下 投票选举要开始了 耶古安关键时刻被打断 他的心情恶劣极了 对 时间差不多了 我马上就过去 小白能麻烦你过来帮我浇一下花吗 光头连忙过去准备伸出手 把花抱过去浇水 不用那么麻烦了 说着 就伸出手扭断了光头的脖子 他缓缓地脱下手套 我的爱人可调皮了 临走的时候 把身体都化成了一捧白灰 但他的骨灰里 却长出这株百年难得一遇的 阴心花花魁 你说这是不是暗示 我的小娇花儿没死呢 他只是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等着我去接他回家呢 不得不说坏椰子的直觉 真是精准的可怕 说话间他拿起一把遗手 割开了光头小白的喉咙 还带着温热的血 喷洒在阴心花花魁上 藏在阴心花花魁的奎灵 被血腥味臭晕 这个男人竟然用血来浇化 导致的结果 就是把里面的小精灵给臭晕了 醒来的奎灵趴在窗外 正好看到小椰子和花照 非常有爱的画面 花照对耶古安给他做的饭菜 百般嫌弃 不准用玫瑰 像在我饭里画桃子 底下藏着的爱心胡萝卜 也给我挑出去 正说着话 突然瞥见一旁 飞在半空的奎灵 奎灵最近好像越来越肥了 吃什么了 夜晚的大街上 烤肠机面前 奎灵双眼冒着绿光 口水直流地盯着里面 散发着香味的烤肠 这是一个少年走了过来 边走边惆怅的道 再憋不出大纲 下个月就得吃土了 还得攒下学期的学费 他买了一根烤肠 看着手机中提醒还款的花呗 眉头紧簇 活着好难啊 穷得只剩下梦想和作业了 怎么办 感慨完后 正准备吃手上的烤肠 却发现烤肠不翼而飞 只剩下握在手中的竹签 然后就看到飞在一旁的奎灵 正嗷呜嗷呜地吃着烤肠 这是什么东西 精灵 幽灵 是外星生物 还是变异怪兽 正愁没有题材的少年眼睛一亮 有了 他又买了两根烤肠 分给奎灵一根 如果写一个苦恼的作家 遇到一个小精灵 于是拿小精灵做题材 会被读者爸爸们说无趣吧 这在绿堂也不算什么新鲜题材 除非 眼看少年的烤肠快吃完了 早就吃光烤肠的奎灵嗷呜一下 咬在了少年的嘴上 奇怪的是 飞在半空的精灵 慢慢地变成花罩的模样 上一世的花罩被恶魔囚禁之配 这一世 他要把还没长成恶魔的少年 给他当牛做马 精灵在少年口中夺食 导致的结果 就是少年的嘴巴被磕得有些红肿 正在这时 两个吃瓜群众正拿着手机 对准他们狂拍照片 老李快看 有人在大街上cosplay搞瑟瑟 赶紧拍下来发朋友圈 听到他们的对话 少年赶紧搂起奎灵就跑 只听身后吃瓜之一还在抱怨 死相 你把帅哥吓跑了 深夜里城市的某处传出一声大喊 妖兽了 我 我怎么把你给带回来了 那 那个 大兄弟 你从哪来啊 赶紧从哪来 回哪去 奎灵认出这个少年 就是在另一个空间里 被耶穀安一枪毙命的兰若慈 心想 如果是这个人的话 也许可以帮忙 他张口对兰若慈道 我爸爸是大坏蛋 天天欺负我和妈妈 我带妈妈离家出走 现在妈妈又和小爸爸缠上了 不喜欢小爸爸 结果他的话到兰若慈的耳中 就被脑补成一副这样的画面 兰若慈看着奎灵的目光 瞬间充满了联系 不负责任的父母逼得这么可爱的小精灵 出来跟我抢饭吃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 与此同时 花照和小椰子同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小椰子端着一杯花茶递给花照 最近容易的流感 学长来 喝点花茶吧 花照拿起花茶想起他发的红若 准备让耶穀安把做牛做马发挥起来 于是他转头对耶穀安道 等你把碗筷收拾了 就去把地扫了 扫完再抹 抹完就去后院拔杂草 拔完浇化 浇完挨个擦叶子 每片擦两遍 顺便把我的作业也写了 做不好明天没饭吃 耶穀安乐呵呵的接过他的作业本 硬了声号 看着转身出门的耶穀安 花照喝了口花茶 心道 就会说好好好 这个笨椰子 本想取悦学长 没想到却惹怒了人 午休结束 花照悠悠转醒 一眼就看到坐在他身旁的耶穀安正奋力急疏地写着他的作业 耶穀安听到身后的动静 学长 你醒了 你看这是我用后院的杂草做的杂草人 可以放到花丛里 防鸟吃虫子哦 却不料被花照告知这不是杂草 而是即将濒临灭绝的高原鸡蛋花 还是被花爸爸好不容易从采花贼手上截下来的 我好不容易让他适应环境 开了朵花 结果你这么随手一摘 就断一个物种的后 真有你的 耶穀安 见花照真的生气了 耶穀安赶紧道歉道 对不起 学长 我不知道是这么重要的话 我还以为是杂草就从花盆里拔了 他的语气带了些哽咽 强忍住泪水 告诉自己男子汉不能哭 我本来想让你高兴的 我明天就去自首 花照冷漠的看着他这幅要哭不哭的神情 心道 这小子觉悟还挺高的 他叹了口气 算了 逗你玩的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高原鸡蛋花 那只是一朵眼花而已 又递给他一块饼干 这个拿去 别哭了 客房里还种着诗香抹语 你就睡沙发吧 看着学长的身影 耶穀安娜娜道 好 片刻后双手拿着花照给他饼干 双眼发光神情激动 这是学长给的奖励吗 他小心翼翼的用自封带 把小饼干装进去 晚上睡觉时 他与小饼干并置而握 仿佛与他同睡的不是一块饼干 而是他惺惺念念的花学长 晚安 小饼干 晚安学长 一大早这也太太刺激了吧 我还没准备好 感觉学长的手从大腿 一点一点往上滑动 耶穀安脸色通红 结结巴巴的道 学 学长 忽然感觉触感不一样 学长的手指扣开他的裤子 耶穀安 你的裤子都烂成这样了还穿着呢 耶穀安一惊 休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还嘴硬道 破洞库 本来就是这样子 然而花罩强烈忍住报销的表情 高冷的人设不能破 心想 真是惨到让仇人都觉得可怜 耶穀安和学长一起逛超市 飞着购物车的耶穀安正看着学长 在挑选胖子 花罩看着售价99元的胖子 心想 大的那个穿XXXL 小的这个XXL就行了 耶穀安体贴的拿起 一盒售价9.9包油的胖子 对花罩的 不用买那么贵的 拿这个就行了 花罩接着道 你不是对化仙过敏吗 听到花罩不只知道自己的尺码 更是对自己对化仙过敏都一清二楚 耶穀安脸色通红的问他怎么知道这些的 花罩一脸傲娇 再问一句 化空挡 回去的路上 耶穀安跟在花罩身后笑得一脸灿烂 学长 晚上想吃什么 花罩淡淡道 好吃的 突然 耶穀安仿佛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幅不该让学长看到的画面 学长 你的鞋带掉了 说着放下手中的物品 单膝跪地给学长系鞋带 突然 花罩吃笑一声 语气中带着自嘲 我可真够傻的 差点又被迷骗了 耶穀安一脸问号地问 学长 你说什么 花罩并不理会他的问话 只是镜子走在一处墙后 墙的另一边有人正遭受着毒打 而身后的耶穀安 却故作镇定 实则慌乱的 想要劝说花罩远离这 学长 那边是垃圾堆 花罩转身走了过去 就看到耶加双胞胎 正经历着毒打 一边打一边骂道 耶奥 小少爷咋不得死了 是不是要哭着找爸爸 花罩吹了个口哨 带头的光头 看到站在花罩身旁的耶穀安 洋洋得意地 打了个OK的手势 顾安老弟来了 白哥办事你放心 绝对打的这俩小鳖三物 有所值 这下耶穀安 便无可变了冷汗直流 你系鞋带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为什么要刻意隐瞒 你找人欺负耶加双少的事 我猜 大概是为了在我面前 营造一个受到家族 和兄弟迫害的一本 天真 无辜的受害者形象 谁能想到这个受尽家族 迫害精力毒打 无处而去的纯情男孩 竟然是个天然白切黑 被花罩拆穿真面目 耶穀安顿时变了神情 不愧是花学长 将我从里到外了解的这么透彻 我有时候都怀疑 你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这时的小耶子 还不知道自己一句话真相 之所以要隐瞒 是因为和耶加双胞胎的争斗 本来一开始就是我挑起的 刚进入耶加时 二叔就介绍 他是耶加的一份子 让他们三个好好相处 双胞胎对他的态度 也很是热情 放心吧 虽然你是个没爹没妈的郭 但我们会对你很好的 就因为红毛不经大脑的一句话 被耶穀安记恨 第二天他们二人 就被耶穀安绑住手腕的脖子 侮辱虐待 知道我怎么成为郭的吗 来大哥给你们演示一下 耶穀安一边说 一边一步一步逼近花罩 花罩慢慢向后退着 原本打算等解决了他们 再好好和学长相处的 避免你像别人一样 认为我是一个天生的坏蛋 你可真谦虚 花罩心道 大意了 都忘了这货有多会装乖了 就在这时 悄无声息地出现两个光头 架起耶穀安的胳膊 另有两个光头 拖着被打的一身伤的耶加双胞胎 耶穀安自己也猛逼了 你们谁啊 你们干嘛 学长救命啊 片刻后 刚才还有些嘈杂的地方 只剩下花罩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而另一边原本想用 奎灵激发创作灵感的兰若慈 正跟在奎灵身后 满脸黑线的用本子 记着陪着奎灵吃的美食成本 看着越来越多的成本 她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个天使和恶魔相互争斗着 这些都是成本 梦想的成本 是创作路上的必要之初 我们供不起这么贵的梦想 赶紧转身把这个妖精 和什么狗屁梦想 一起丢在大街上 她正脑中面投屏出 突然又被奎灵叫住 此此 他们排队在做什么 兰若慈瞥了眼 那写着快乐茶的三个大字 毫无感情地告诉奎灵 这是人类的陷阱 哪知突然被奎灵熟练地 蹭了蹭她的胸口 这一下 把兰若慈给闹了个脸红 夏儿景 好吃吗 三个小时后 奎灵的手里 就多了一杯草莓啤啤 奶盖牛乳茶 兰若慈跟在身后脸 埋在手里 心想 排了三个小时的队 就喂了一杯奶茶 这是什么脑残行为啊 绝对没有下策 可此时的奎灵 正在用她那好奇的目光 看着街边的各色美食 本想已经逃离恶魔的花罩 再次透过镜子 看到上一世的耶骨安 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的 另一个空间的 另一个耶骨安 她来到上一世 花罩的住处 嗅着空中的气息 唇角微钩 这里有她的香味 而这时 这个空间的花罩 也提着两大包物品回家了 刚进到客厅 就直觉感到不对劲 她拿着棍棒走进屋子 大喝一声 谁在那里滚出来 谁知却见到奎灵 倒躺在椅子上 打着宝阁 花罩闻着满屋子的 油炸食品和肉味 疑惑地问 到底出去吃什么了 臭哄哄的 她把奎灵 放进水池中喜香香 奎灵挣扎着乱扑腾 水溅得到处都是 花罩美好气道 在闹 晚上你自己睡 花罩一边给奎灵洗澡 一边想着 当初就是这孩子 带我来到这个世界 耶骨安和双胞胎 估计是被抓回本家了 接下来只要不去 把她走得远远的 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好好地跟父亲告个别 安安静静地等死就行了 只要不去找花 耶骨安救 可就在此时 花罩感觉背后一凉 抬头一看镜子 竟看见耶骨安 在自己身后看着自己 她回头一看 却发现身后 根本是空无一人 然而 当她在看向镜子时 就发现 她整个人被耶骨安搂进怀里 而耶骨安正露出 阴森森的牙齿 一字一句道 花 找到你了 她猛地出拳打碎镜子 镜子的玻璃碎片 扎得满手都是 她却顾不得许多 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安抚自己 冷静冷静 都是幻觉 都是幻觉 良久 稍微冷静下来的花罩 想起刚刚镜子里 出现的那个恶魔 我还以为重生以后 这毛病好了 怎么会突然犯病 我如果不去管 现在的耶骨安 还是会长成那个德行 算了 不去折腾了 只要不去找花 不管它变成什么样 都不管我的事 她思绪翻飞的瞬间 奎灵已经用纱布 把她受伤的手包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另一个空间的耶骨安 看到被一圈 垂碎的玻璃大笑着 会反抗了 这朵花不是幻觉 流浪汉先生 真是多亏你帮我浇花 让我找到我的花 他身后的浴缸里 赫然一个流浪汉 浑身是血的躺在其中 他又捧起因 心花花奎笑道 接下来 就是认真研究一下 这只小导弹鬼了 夜里奎灵 不知为何身上燥热难耐 他双颊飞红地 蹭着花罩喊抱抱 花罩抱着奎灵 陷入了沉思 梁九自己被自己气得要死 我就是个傻逼 月黑风高夜 花罩手脚灵活地翻进夜宅 他扮成了园丁 准备去找耶骨安 他看这个熟悉的宅院 目前这里 还是耶家老爷子在住 但是以后 看着幽深黑暗 走廊咽了咽口水 仿佛又看到了上一世的 他哒哒哒的 极力奔跑着 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身体上传来的燥热感 让他衣衫下的身体 也变得飞红 突然身后 传来不急不缓的脚步声 他猛地拉住花罩的脚科 把他拉进走廊深处的那个房间 对他为所欲为 想到这里 他的身体不自觉地有些颤抖 甚至想要尖叫出声 他下意识地捂住嘴巴 生怕真的大叫出声 正在这时 一个身影闪身来到他的身后 挟持住他 花罩瞳孔一缩 只听身后刻意压低声线的 那熟悉的声音 元丁叔叔把衣服脱了 快点 花罩在他的催促中摘下口罩 侧过头 与此同时还在试图威胁 元丁叔叔的耶顾安正威胁道 别逼我杀你 就看到学长 那令人心动的容颜出现在眼前 他吓得大惊失色 哎呀呀呀呀 学长 你怎么会在这 而花罩只是淡淡地 路过 少废话 赶紧走 耶顾安瞬间满心欢喜地 跟在花罩身后 花罩心想 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身后的耶顾安 则捂着肚子控制不住地发抖 他停下脚步问道 花学长 你到底来做什么的 花罩转过身子道 带你回去 还能干吗 耶顾安继续追问 这不就是我的家 回哪去 花罩一把掀开他的衣服 他的身上赫然出现大片的伤痕 你家人对你挺好的 一晚上就打成这样了 这次是用什么 硬板抽的 耶顾安挥开他的手 砰的一声拳头垂在墙壁上 别转移话题 我问的是 为什么要带我走 花罩敷衍道 你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还来干什么 想利用我是耶家人的身份 花罩怒气上涌 冷笑道 呵呵 你有什么好利用的 真把自己当隆重了 耶顾安盯着他的眼睛咆哮道 那就只能是喜欢我了 花罩这时候已经怒火攻心 话不经大脑的怒吼出口 对 我就是好你这口 行了吧 这话一出口 俩人都愣了 各自转过头不看对方 耶顾安双手捧脸 控制不住地想路飞飞 我就知道 果然是这样的 学长就是不善表达 而花罩则求得 想表演一个原地去世 他十分嫌弃上一秒的自己 我怎么 怎么就说出那种垃圾话呢 就在他们十分羞耻的瞬间 一个女生想起 两位谈完了吗 他俩同时转过头去看 只见一个女人 耐了一群黑衣人 出现在他们身前 那群黑衣人 因为努力憋笑 而微微颤抖的身体 让他们瞬间射死 花罩满脸黑线地问 他们围观多久了 耶顾安道 不知道 这世间运行两套法则 一套在明 一套在暗 一旦打破规则的平衡 便是徒增麻烦 这个女人 把花罩和耶顾安两人 带到耶家老爷子面前 正在吞云吐物的老者 拿起眼镜戴上缓缓说道 乖酸 让爷爷看看 是哪家娃娃这么调皮 把你给带坏了 花罩看着眼前 这个及时老眼昏花 还掩盖不住 他的王霸之气的 耶家老爷子耶不犯 心想 就是这个老头 培养出了耶顾安 那个神经病 正想着 突然站在他身侧的 耶顾安上前一步 挡住爷爷的视线 忐忑地叫了生爷爷 他反手握住花罩的手 在微微颤抖 花罩心道 这小子 在害怕 放轻松 我的乖孙 我们混黑道的 最讲原则了 耶顾安怀疑地看着他 看着耶顾安那怀疑的神情 耶不犯坏笑道 怎么就不相信爷爷呢 来人 把这个小朋友 做成雕塑 放后院镇宅 见词 耶顾安怒吼道 我就知道你们安好心 你不能这么做 他是我朋友 耶不犯深吸了一口烟 缓缓吐出烟圈 我的乖孙子 你要警惕啊 没人会平白无故地对你好 他利用你弄走你二叔 接下来恐怕 就是要对付 我这个糟老头子了 等你没了利用价值 就会把你当垃圾一样抛弃 爷爷可不能放任 这样的威胁 放在我们身边 被戳穿的花罩心想 这老家伙 还真有两把刷子 话音刚落 耶顾安就一手 阻止黑衣人带走花罩 一手拍在桌子上 怒喝道 胡说八道 学长就是特意来救我的 臭老头 你要是敢动他 我就杀了你 说着一拳挥向 爷爷不犯 却被爷爷赏了一个大烟斗 他痛叫出声 爷爷用烟斗 挑起他的下巴 残笑道 你可以叫得更大声一点 反正没人会在意你的话 但这不是坏事 记住这种无能为力的绝望 它会成为你未来成功的基础 花罩正脱开黑衣人的手 冷声道 你教育的倒挺别致 耶顾安看着学长转身 又苦苦哀求爷爷放过学长 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你别动他 看着耶顾安 跪了自己不经以下饭上 还痛哭流涕的哀求 心想 真难看 老爷子不如做个交易吧 爷长饭不屑道 交易 你小小年纪能和我做什么交易 花罩不急不缓的道 阴心花 听到阴心花 爷不犯猛的站起身来 激动的问 你说什么